诶 啊 你怎么在男生厕所呀 怎么了 你跟我过来 是谁让你在这里扫男生厕所的呀 组长说这是我的工作 哪个组长说的 诶张哥 你就别问了 就扫个厕所而已嘛 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不说是吧 你不说 来跟我来 他在这里干嘛 工作 来 把手机的工作地放一下 这位新来的同事 想被大家都认识了吧 是谁呀 前两天我亲自到进来的 我想问一下 是在座的哪位组长 安排他去扫厕所 扫的还是男生厕所 笑 有什么好笑的 咱们公司是没有保洁吗 要让一个女孩子去扫厕所 是哪位组长安排的 都不承认是吧 没人承认是吧 行 你们把工作先放出去 先不要坐 想明白了 来个办公室展望 想问明白你们就坐在那里 你跟我过来 来小月 你先坐这 你告诉我 是哪位组长安排你去扫厕所的 张哥 你先消消气 这个事情你就别问了嘛 你先让大家好好去工作 因为我这人小事 张哥他在工作了 小事 这可不是小事 我告诉你小月 咱们这里是一个有爱的工作环境 团结一致公司才能长远发展 如果来一个新同事都被挤兑走的话 那么咱们公司怎么招揽新的人才 如果我们不讲究人人平等的话 新来的同事怎么施展才华 你告诉我 还小事 进来 张总 是你做的是吧 不是我张总 是这样的 昨天下班 那个王组长 因为小月儿出去吃饭看电影 小月儿没去拒绝了王组长 所以今天王组长一上班 就把小月儿叫去扫厕所 是这样子明了 好了 那你先回去工作 你把王组长给我叫来 这边 诶 张总 你找我啊 是你让小月儿去扫厕所是吧 我 我没有啊 我只想去搞搞卫生啊 你让他搞搞卫生 你让一个女孩去扫厕所 你咋想的 没有 我只想去搞卫生而已 她自己去扫厕所的 她一个农村来的什么都不会 打表哥也不会 这也不会的 傻乎乎的农村来的 傻乎乎的 你刚入职的时候什么就会了 她不会 你不会来告诉我们 她再说回来 真的是因为这个事情啊 前一天都工作得好好的 今天就让她去走厕所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是给你留面子 我希望你自己把这个话给我谈白了 好吧 张总 我都跟你干了这么多年 你也知道的 我都业绩是公司里面最好的 那么多新同事来公司 想请我吃饭 八九 我都没去 这个农村来的 我叫她陪我吃饭 看电影 就是给她面子 还认不识台语 她跑到你这里来告状 多大件事啊 等一下 你怎么说话呢 业绩好就很牛啊 啊 业绩好就可以目中无人吗 啊 心胸这么狭隘 那是不是咱们搭建的这个平台 有一天也装不下你 是吧 王组长 是这样 咱们也不亏点你 你去财富那里 你两个月的工资 走人好吧 别说我都跟你 干了这么多年了 没有工来又苦了啊 哥 是啊 哥 我也听董事说了 王组长 确实业绩特别出色 你别因为这点小事 就把它开除了呀 你坐这儿别说话 你还在这儿干嘛 哎 咱们我真的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你哪知道错了 你知道错了就不是这个态度 左一巨龙村人 右一巨龙村 龙村人怎么了嘛 这就是你硬错的态度吗 哎 小月 对不起啊 我不该给你穿小鞋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以后一定好好带你工作 哎 张总你也再给我一次机会嘛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好好带同事们 把业绩再创新高的 张哥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吧 王组长也给我道过歉呢 让大家好好工作吧 哎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了 请你先过去工作 让王组长你坐 有几句话我想单独跟你说 哎 好的 张总 王组长 你有追求美好的权利 但是你要懂得尊重别人 不然这份美好降临在你身边 那你也不配拥有追的 嗯 知道了张总 那我先去工作了吧 我下次再也不聊了 好 那你去工作吧 好 谢谢啊 张总 好 谢谢啊 张总 小月儿 给我出来一下 小月儿 你就是太善良了 处处有别人着心 前几天我不想带你来的原因 就是怕我工作太忙 或急不大了 很离世回去 没想到还是你们是回去呢 没有张哥 是我没有初遥跟同事之间的关系 给你找麻烦了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要不 我还是回去等你吧 回去 难道你准备当一个胆小鬼 要退缩呢 张哥不是跟你说过吗 遇见事情就解决事情 不要觉得麻烦了 我永远都是你的后洞 咱们俩这一路走廊 能和你相爱 我也非常的幸福 能成为你的后洞 为你遮风挡雨 我也非常快乐 就是怕我太忙的时候 是不是委屈 没有张哥 一点都不委屈 不要忘记我 爱你 不要忘记我 想你